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今天我拿豆腐皮给大家做一道寓意吉祥 年夜饭必备的一道菜,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把豆腐皮切成正方形的大块 取一把韭菜,清洗干净后把它给切成小粒 大虾清洗干净后,把这个虾头去掉 把虾壳包掉,取出虾仁 这个地方捏一下,把虾馅取出来 把虾仁切成小丁 碗内打入一枚鸡蛋,加入适量的盐 快速打散 热锅加油 油热以后倒入蛋液 用筷子搅散 鸡蛋炒熟后,关火放凉备用 将放凉的鸡蛋和韭菜,虾仁放到一个碗内 加入适量的盐 再加入花生油 搅拌均匀 锅内加水烧开,将韭菜叶放进去,焯一下水 韭菜叶变软后捞出 搅一下凉,它快速降温 取一张豆腐皮铺在案板上 加入适量的菜馅 我们把豆腐皮的对角 撑起,开始拿折 记住这个角一定要向外 每一个边拿三到四个折就可以 拿好折以后,拿一根韭菜 把它给缠起来 绕两圈,打一个结 接下来我们整一下形 把四个角让它向外 更漂亮一些 这样一个福袋就做好了 将福袋装到一个大盘内 盖上锅盖开大火蒸 蒸8分钟 时间到我们打开锅盖 将福袋取出装盘 一道象征着长寿 富贵 康宁 好的 扇中的五福袋就做好了 年夜饭给家人做这道菜 寓意吉祥 兜助福气 我是秀厨娘 喜欢我分享的美食 就帮我转发吧